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来这里工作 听老爷子给我们讲讲这里的变迁和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从六八年 六八年就来了 对 是吗 对 你以前是教师吧 我在学校工作 不是教师 不是教师 就是在学校里工作 您是哪的人以前 我是河北省人 河北省 我在天津长大 天津上的学 在天津上的学 是吧 对 跟着父母在天津 跟着叔叔大爷 叔叔大爷 在天津 对 那等于六八年就来北京了 六五五九年就来北京了 五九年就来了 对对对 就在这个学校里工作吗 这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宿舍 宿舍 家屿宿舍 家屿宿舍 国序叫北京工业学院 工业学院 对对对 六八年时候 这个学校早着了 早 现在叫理工大学了 它是在延安建校 老革命 那有历史了 有历史了 革命历史了有 对对对 随着解放军进城 北京解放 他也进来了 前到北京 那那学校在哪儿啊 现在在 就是以前 以前来的时候呢 来的时候最早在延安 后来前到这的时候 可能是 可能是从长假都过来的 一开始 这就是小职 就在这儿吧 这 我估计是 附近接受的 一建房子 还接受了中法大学 现在的北京光电研究所 就在黄城根 我知道 中法大学那块 接受的时候发大学 哦 后来是在西郊建立新的小职 西郊 这就成了宿舍了 宿舍了 哦 这是王府 你看这有上马车 对 看出来了 你看这一直就在北京了 就生活了 对对对 挺好的 这个院子以前没有那么多搭建的房子吧 那当然了 以前很宽敞 都是后来的 维建 维建 原来 原来曾经有个教师 学生教师 哦 教师 明白明白 嗯 这个地方啊 过去是王府 嗯 嗯 在结封前 嗯 北京的一个大律师 叫金大律师 这个他的住在 他的 他的儿子就是 哦 他的儿子叫金志阳 呃 曾经是国安队的组组教练 哦 哦 金志阳啊 金志阳 金志阳就出生在这个院 金志阳他爸爸的房子这是 嗯 最后来他就解放后交给国家了 我明白了 卖给国家了 哦 金志阳在这儿出生的 金志阳在这儿出生的 在这儿长大的 嗯 他那个 不知道是哪个电视台 嗯 给他拍过一个片 叫做体育人生 哦 就是坐在这个地方 哎这儿 坐在这个石头上 给他那个 这录像 说话 哦 录音录音 哎呦好家 您这一说我才知道 要不不知道以为啊 这金志阳 哎 那个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哈 啊对对对 有真不错 呃 原来我们这院子都是狼子 从里头出来都下雨 啄不着 练着哈 全是狼子 回狼 院里还有井 有合作树 海藤树 可漂亮了 哎呦 这些草民一进来 完了 都是那儿 还得多 房源少 对 全都往外扣完 没错 现在都可能正来的 原来我们的儿子跟院子 踢头球 踢头球 打几头球可大了 特大哈 都打七一年地根以后 都开始弄一件 为什么孩子都大了 而且国家又穷 没地儿 没地儿住 就盖一间盖一间盖一间 只能这样了 这改成小的了 人家能院多好啊 没院房可好了 两口子 两口子 不是这我孙叔 这差了一辈 他平时请我叔叔 差一辈呢 大多了 您啊 其实呢 我比他只大十几岁 十一二岁 我是中岁八十四 要说十岁的话 是八十六 刚过了春节 你这身体多棒啊 不算棒 八十多岁八十六 你想想 十岁呢 周岁八十四 就说八十四 现在这身体也是棒的 真的 最懂了哈 你看看 哎呦 你看 找您找对了 你们是 这是 我们主要是记录一下北京的胡同 把这些文化呢 能流传下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要不然这些事就不知道了 这边跟那个雨军户中是通住的 哦 后来为了治安的需要 给割断了 哦 本来是八十多户 八十多户 八十多户 割断了以后这边是五十户 那边是三十户 哦 那也够大的 够大的 是吧 这个一般的这院子能有这么大的 刚才你说的是一般是两斤绅 这个好家伙 那多的去了 这应该五斤吧 嗯 差不多 五斤 如果跟那个雨军户中 五斤 因为前面我看是三斤 嗯 对对 是吧 三斤就看了 我看了转了一圈 转了一圈 转了一圈 因为了解一下 对 原来那面貌都没了 原来那面貌没了 原来我看每个院都很大的 对对对 那么刚才那说了 嗯 孩子们在这都提出去了 对 大雨冒去了 您住几间吧 我住了一间半 那也不多呀 不多 还在为家普通给了我一间 为家普通 我等于是两间半吧 哦那还行 还够 因为那会算不够的了 您这关键撒孩子 是吧 撒孩子就紧张点 现在孩子大了就好了 对 孩子大了 人家自己有自己的 这住处了 真好 您这个八十四岁 真的这么健康 我觉得特别少 也不算健康 是吧 这儿现在都是这儿的教职员工了 对 他们都是教职员的后代了 后代了 本人已经不多了 老一辈的都不多了 老一辈是没几个了 没几个了 对对对 像您在这儿可能就是岁数最大的了 也不算岁数最大 还有大的 对对对 真是太难得了 我天天关注您 天天关注吧 你一般都六点 头七点就播 对 紫禁城下的糊涂 还有马哥 对对对 六啊 我天天陪圣 对对对对 今天到来我就看到有马哥说春节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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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天看见 谢谢您 谢谢您 您住这院 就你们说的一组 对 是吧 带着这些人 大叔了解特别多 了解特别多 李吴大学的资格比较深 是吧李吴大学 是吧李吴大学 对 好谢谢您 我们主要记录一下 好 还给您说个事 您说 您知道一个叫 湖兰奇的吗 湖兰奇有概念 有什么概念 他曾经在这院住过 湖兰奇啊 湖兰奇 湖兰奇那是在那个石墓坊 是不是民国时期的呀 对呀 民国时期 他实际是地下当元 哦 地下当元 他后来那个石墓坊 他去过欧洲 欧洲呢 写过一篇自己的著作吧 在德国女劳宗 他在德国做过 哦 因为他是地下当啊 哦 后来北京解放以后 他在哪里 北京工业学院呢 担任一个处长是什么 担任一个新领导职务 明白了 就是以前也住这儿啊 也曾经在这儿 哦 六八年还在这儿住了 六八年 他后来是文革结束以后 就给他平反了 平反了 平反以后他也退休了 回到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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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担任的全国政协委员 四川的政协副部席 那很厉害的 很高 很高 很高了 据同事们说的 我都不知道 就一个同事说的 在周总理在延安做报告的时候 给妇女干部需要做报告的时候 像新世代的女性学习 像宋庆龄和想宁胡兰奇学习 哦 他是这种人物 哦 那属于那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对 真是 新世代女性 对 当年的时候 这我说的准不准不知道 我明白 这是大伙聊天跟我说的 我明白明白 真好您说的这个 好 还有什么故事 现在没想起来 行 有机会再找您聊 好 好 谢谢您 谢谢 我们走胡同就是要记录京城胡同中 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和故事 让其流传和保存下来 像金志阳教练的这段历史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希望更多的人 关注和支持紫禁城下的胡同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感受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 再见